但是要减肥的观念难道是从小就得交给小朋友吗 非常夸张的是网路上竟然出现一款教小孩如何去整形的卡通游戏 引导小朋友从胖女生整形变成了瘦美女 这里面包括了像是抽脂手术 打麻醉针 拿手术刀去划伤口等等过程 都变成了游戏的一部分 活泼游戏配乐 可爱主角是胖胖的卡通女生 在诊所里下一步竟是教你怎么抽脂 从注射麻醉压针筒开始 接下来拿手术刀划开伤口 再用像加油枪的帮普抽出黄色脂肪 棉花之血最后再用针缝盒 整形手术聚系迷移 这样的儿童游戏 教长担心恐怕对孩童有不良影响 教会小孩子我就太血腥了 也不会让我的小孩子去看这样子 有点让我担心的是 他可能觉得自己不需要去注意身体健康 他可以随便的破坏自己身体的部位 来允许认同感 教育专家更认为游戏有物化女性之嫌 容易扭曲学童价值观 尤其是抽脂瘦身后 游戏还设计换装桥段 自由选择搭配漂亮衣服配件 在刻意比较术前跟术后 等于更强化瘦身就是美 导致孩子从小建立错误观念 而游戏手术内容专业医师也觉得夸张 不论仪器开到部位 手法都错得离谱 游戏几乎谈不上有什么教育意义 看得出整形手术游戏是国外设计 但在台湾网站却没有年龄限制 小朋友打开就能玩 家长担忧 网络游戏没有管控 就怕孩子从小接触 养成错误观念影响一声 TVB的新闻 陈永祥 拉宇林 台北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